hello大家好,我是showtimez 今天是2022年的1月24号 时间已经飞快,来到了2022年 今年也是2022年的第一个月 在这个2022年的第一个月里 全球的这种加密货币市场 还有美国的股市 它这个走势都不太好 咱们今天就来详细的看一下 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首先这个比特币是36,700美元 然后以太坊是大概是2440美元左右 比较去年或者是去年12月下降了不少 较上礼拜又大跌了20%左右 就看这个以太坊吧 比去年12月份的同一时间4100美元 跌到了2400啊 差不多就跌了40%左右啊 340%这么一个样子 然后咱们来看一下挖矿市场的这么一个情况吧 如果你有一个3080 它呢现在只能每天给你挖3美元了啊 如果你要是比方说1000美元 或者1500美元买的 你需要500天回本 如果1000美元买的 那还那还300天的吧 然后它这个电费之前呢 实际上是3.53 它算了0.1美元的这么一个电费 我相信大家这个电费呢 都差不多是0.1美元吧 不管你是六七毛人民币 或者是多少吧 除非你是加州啊 欧洲那边 欧洲好像电费比较贵 尤其是德国啊 冰岛的电费比较便宜 然后英国的这些资源比较少的地方 这个电费呢 都是比较贵的 美国大部分电费呢 都是一毛到一毛五之间吧 然后有其他地方 比方说夏威夷呢 就是好像是五毛美元吧 一度 然后阿拉斯加也非常贵 加州也非常贵啊 中部和东部都是消耗于便宜点的 能达到一毛美元 你这个挖下去的动力还有对吧 还有的赚 这不是你买了卡之后呢 他这个收入是正的话呢 就回本就是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了 你也不用管他时间长还是时间短 总会能回本的对吧 如果你这个电费呢 要是大于你这个挖矿成本 那可能你就还不如直接买这个买币了 对吧 然后看一下咱们挖矿收益的这么一个历史记录吧 现在呢是一个比较低的点 每个MegaHash大概是0.03美元啊 跟这个算出来的差不多 因为3080是100MegaHash嘛 所以算出来的是三毛三块五 三块五美元 啊 然后 然后他这边呢 统计的是0.0379美元 一个MegaHash 其实统计都差不多差不多 看已经到达了这一年期啊 一年期已经是一年之内啊 最低的一个这么一个情况了 其实这个一年如果说要是跌点这个收入呢 还是很正常 因为啊 挖的人越来越多嘛 根据这个摩尔定律 只要你硬件 这个性能不变啊 它实际上是越来越便宜的啊 越来越便宜的代表什么呢 就会有越来越多人的来参与进来 对吧 但实际情况下 虽然不是这样的 但是它是这么一个大的趋势 对吧 那中间呢 还有最高的时候 能达到了 我看0.28啊 翻这十倍啊 是这个十倍 现在是0.03啊 那时候是0.3左右 其实你这么看 这个变化还是蛮大了 跌了有百分之八九十下去 从最高点下去 但是呢 你要从长远看呢 只不过是去年的这个市场行情 太过于疯狂了 去年一整年啊 包括从这个2020年的中就开始有一波 然后2021年一整年都是一个疯狂的行情啊 其实这个挖矿呢 并没有这么疯狂 以前都是你看从2019年这个熊市的时候 都是0.015啊 比现在还要低很多 所以大家呢 要做好这个打长久战的这么一个准备啊 再往前看 你看一个全部的 上一次这个牛市的时候呢 大概2007年年中啊 能挖到0.2 当时也是非常高的100啊 就是一个MegaHash 其实当时根据这个摩尔定律来讲呢 你买的硬件 想要凑够一个MegaHash这个硬件的价格 肯定是比现在贵了不少的 就是纯纯粹讲他的这个啊 建议零售价来看 但是实际上呢 由于这个挖矿 或者是加密货币这个价格吧 导致许多人去买这个显卡挖矿 因为他这个获率是获利在去年来讲实际上是太高了啊 从来没有这么长这么高的一段这个挖矿收益 导致这个显卡价格呢都去抢着买了 导致玩游戏的都买不着显卡了 所以他这个实际的价格呢 并并不是这个建议零售价了 你在建议零售价非常非常难买到这么一个显卡 要不然你就去彻夜排队 要不然你拿这个软件 买机器人抢 或者是找人排队之类的吧 反正就是很难买到原价的这么一个显卡 呃今年的这个显卡我如果要是按这种情况下去的话呢 虽然这个以太坊跌了 他显卡的价格呢也没有进一步的下降 他不是说是你今天以太坊跌了50% 明天显卡也跌50%不是这样的 显卡大概有这么一个延迟性 原因呢就是说显卡的这个生产周期啊 是一段时间是一个比方说一个月的 从你这个老黄那开始设计研发 发到这个厂商里 厂商呢在给批发商啊 批发商在给线下的零售 零售在给可能还有接下来的零售 你可能他从一开始倒了三四手 才倒到消费者的手里 这个过程呢包括运输啊 倒卖啊这个谈价格之类的 肯定是有一个周期的 这周期我觉得至少得一个月吧 所以说你现在如果要是这个加密货币 包括以太坊啊 这个价格继续跌下去 挖矿没有什么利润可图的话呢 显卡最快也要一个月才能去降价 所以你要是看空这个加密货币市场的话呢 你可以等一个月看看这个显卡 能不能便宜一些 现在显卡 嗯现在显卡呢 只有二手市场可能会便宜点 但是实际上呢 还是要高过于这个啊 建议零售价的 原因是现在芯片呢 还是非常紧缺的这么一个状况 包括全球的这个物资呢 都是非常紧缺的 对吧 然后导致 然后现在呢 又快中国过年了 对吧 然后都放假了 倒是全球的这个物资进一步又紧缺了 因为中国是世界的加工厂嘛 啊 中国一停产了 或者是一放假了 怎么着的 呃 一休息了 世界上这些国家都会各种缺货吧 不光是芯片缺货了 其他都会缺货了 呃 那我们看一下 实际的这个收益降低了不少 那么我们看一下 他的reward reward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每天获得的币的这么一个数量啊 呃 就从今天看起吧 因为他只有最多的到 好像到一个多月以前吧 到去年的12月1号 啊 去年的12月1号 看这个 蓝色的 他就是reward 0.00165 然后到现在呢 就是0.00157 其实呢 reward差不了多少 挖矿收益主要降低的呢 实际上就是以太坊的这么一个价格 呃 挖矿reward的 它是受什么影响的 它是受这个难度 还有呃 参与 就说白了就是参与人数吧 你假设大家都分一个吸管 那参与 比方说就你一个人参与 那你肯定把整个吸管都分了 对吧 10个人参与 那你肯定就只能分 其中的十分之一了 这个以太坊每天呢 它的这个数量 其实 只要不是特殊的情况 它的这个reward 奖励呢 都是差不多的 参与人数呢 越多 买的显卡越多呢 你的分的不就少了吗 对吧 呃 已经过了一个月了 这个参与人数肯定是更多的 你分的这个reward 少了也很正常 对吧 只不过现在的这个价格呢 币价啊 太低了 就是这个绿线 你看 就是说他获得的收益嘛 12月多的时候呢 还是7块多 7块7毛3 你看这个绿线 一直是6块 啊 5块 然后4块 5块6块 4块 3块 然后现在呢 又变成了3块7啊 前两天最低的时候 能达到了3.4左右啊 呃 已经达到了一年来的最低值吧 但是呢 这个大家要做手良好准备 首先呢 你是要长期的这么一个看这个事啊 你看你能不能付这个电费 你是现在攒着不卖 还是留着以后再卖 现在攒着不卖的话呢 你肯定就要付出相当一大部分的这个电费了 你说你现在不缺钱是吧 也不缺也不着急花这个那电费的话 你就自掏销标了 说明你花了啊 0.5美元买了这么多个比特币 或者是这么多以太坊 还是相对比较便宜的 但是呢 你要是不想付出电费的话呢 那你可以说是先把这个挖到的币呢 卖一下啊 卖够付电费的 或者稍微多卖一点 想想这个还一下啊 贷款啊 或者还一下显卡的贷款这里 那也可以的 这是没办法的对吧 呃 首先呢 它是你要做好这个 你看从17年到20年21年 就是这个持久的两三年的 做好两三年 它持起低迷的这么一个准备 现在远迈还没有见底 对吧 还是有利可图的 当时我建的最低的时候 呃 0.01的时候都有 现在0.03吧 每个麦克哈斯的这么一个收益 呃 当时以太坊 还有最低时候90美元的时候 你想这个收益能有多少 肯定好多呢 都已经离场了 关机了之类的 呃 如果你能坚持的话呢 那你肯定是胜利者了 但是呢 这个事也说不好 包括最近的这个美国吧 他说我们不 呃 要控制这个通胀 我们不印钱了 所以导致一大波这个市场的低迷 就是说 这个钱呢 又显然又值钱了 原来这个钱是无限又不值钱 所以这个涨了很多 呃 导致所有的市场呢 都一定有相当一部分的下跌 但是如果你要这么想 这个消息 利空的这个消息出尽了 那就是利好了 就是说利空的消息呢 没了 并且呢 已经反映在这个市场上了 那么那不就是利好了吗 因为没有可能更坏了 对吧 只有可能更好了 但是这个加密市场呢 还是这么一个 呃 高波动性这么一个市场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就是说他的这个 有可能明天又 涨了50% 今天跌了80% 这都是很可能的一件事 对吧 就说这个事是打好长久战吧 啊 控制好你的风险 控制好仓位 呃 这里呢 说一下我个人的这么一个策略吧 个人策略还是 嗯 挖到的钱的话呢 是攒到一个相对啊 不要等他这个跌到最低的时候卖 等他稍微反弹一下 呃 再卖出这么一个少量部分吧 不会 我不会全卖的 因为他现在价格 我觉得还是比较低迷的 嗯 即使能持有个两三年 我还是相当看涨的 一两年吧 呃 现在绝对不是一个高位 所以说我会不会全卖的 会至少把电费 呃 这部分给卖出来了 因为 呃 毕竟这个电费 是我不太想套的 这是提高进一步的风险吧 毕竟 你把电费或者是电费再加个百分之二十之类的卖出来 然后剩下的币呢 留着 然后这只不过是我个人是要这么做的一个策略啊 不代表大家都应该这么做 然后看看这些 他这是什么 live chat吧 就是说有人在这聊天啊 他说把你的以太坊都卖了 他会变到一千四到一千五 这不是一个玩笑 然后有一个人说 他是如果你能找到很好的入场点和很好的出场点 那么以太坊呃 这个加密货币呢 是一个很好的专钱方式啊 这不是废话吗 呃 然后这个人他说买了十个以太坊 然后一个人问现在是买呢 还是不买呢 然后这个人预测说明天这个币要涨 然后这个 这估计都是广告吧 他让你加什么telegram 这些都是骗子啊 大家不要去加那些 然后他问以太坊能是不能上四千 然后这个人能不能put一百 然后就是说这个市场上吧 什么人都有 所以说大家呢 一定要你自己做好决定吧 你自己做决定 不要太受别人的影响 你可以听别人的分析 但是完全不要受别人的这个影响啊 因为这个人太多了 有有看涨的就有看跌的 对吧 总会有人说对的 那个因为是市场不是涨就是跌 对吧 好 那么本期视频这个时间呢 差不多了啊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对吧 对吧